但是瓦格纳雇佣军呢 其实俄方在很多地方 他的损失也相当惨重 包括其中有一队士兵 被堵在一个房子里面 那这里呢 当时被逼入了死角 乌军疯狂扫射之后 坚决不留活口 整个残酷的战斗 还在持续当中 介大使你怎么看 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真的是已经打到一个 就是一个炮灰战的一个程度了 有没有 你认为呢 乌克兰还有20万大军 凑得起 还有大军集结 这20万真的能够反败为胜吗 很难了 因为这个军队不是说 你人找到就可以打仗了 那都是要长期的训练战地的 现在听说60几岁的 也要上阵了 听说现在都是被拉夫的概念 强迫 强迫上战场 对啊 还有女生也到第一线了 那就是说 你耗损这么大的一个战场 你说 上一次这个美国的泄露机密 这个死亡是7.5万嘛 乌军嘛 那死都7.5万 伤可能更是三倍的数目 对你断一条腿 断一个手你怎么打呢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说 这么一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有声战力 这个消耗很大 然后有经验的战力 如果你你的主帅不晓得保存精锐 把你的精锐度保存的话 那一直不断的往前线送的话 那最后你人数没有什么 我觉得人数没什么意义 人数没有 他要战力比较有意义 那乌克兰事实上的军队一共打了十几年了 他是2014年开始打 2014年开始打 打到现在也打了快十年的 所以这一些部队 我不晓得乌克兰保全了如何 如果他保全的好 他应该是还有那个战斗的力量 要不然你剩下那种国民军啊 像什么黑熊啊 白熊的这一类的部队的话 你上去就是 就是怎么讲的 你就是当炮灰嘛 当炮灰嘛 听到子弹的那个新兵的话 脚都软了 他站都站不起来 老兵听到炮弹说 这个炮弹离我还有十公尺 没有关系 他听就知道 所以这个战场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兵 那你老兵都让他们都在这个 绞肉机里面都被绞光了 你就没有 没有能战之兵 可用之将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口袋战术啊 他就把你围在那边 让你的 他是围三 把三面围起来 一面放你进去 不是放你出去 放你进来啊 所以是一个口袋战术 在那边做什么 做绞杀器嘛 那也有人 那个那时候 泽伦斯基他下面的将领 说不要在这边再打了 这是没有意义的 那泽伦斯基不讲了三大理由吗 说这个影响士气啊 这个什么什么 讲一大堆 还是继续往里面送人 现在还有百分之十五的这个控制区 大概是真的要打到全数殲灭上 他现在这个好 这个这个好 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时他的地下的整个的地道系统是非常完备的 而且听说是可以开战车跟卡车在里面跑的 是很大的一个 也就2014年开大以后 那时候在北约还有当时乌克兰整个的这个军事布置 他等于是一个马其诺防线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 那就你很难攻破的 你现在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地方打 然后乌军还有一定把握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挡住 那就靠他当时这个防御公司 包括他这个地下的城堡 可是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是打仗都斗志 阿欧罗斯好 那你要在这边决战 我就决战 对厉头你看到 这个乌方现在到处去拉股马 强迫上战场 这些军人忠不忠诚 听不听话呢 讲到听不听话 乌克兰本身也不太听话 杨敏你看到 最近五角大厦的泄密风暴闹得很大 那今天有消息显示 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南海泄露的 但是确实是在美军的军事基地所泄露出来的 那NBC有个报道 在这个泄密文件里面证实了一个 叫做乌克兰真的不听话 美国非常不爽 来大标换一下 为什么呢 乌克兰违背了美国跟西方国家的意愿 两次袭击 乌国境外的两个目标 照理说你乌克兰是被入侵的嘛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来这个侵扰你的国土 你去反击这是OK的 但是你能不能够去打其他的地方呢 乌克兰真的第一个白俄罗斯 明斯克郊外的这个专用机场 另外一个俄罗斯 这个之前我们讨论 你记不记得天然气压缩站 那个炸弹就掉在它旁边一点点 还好没有直接炸到 拜托 如果你把莫斯科的天然气压缩站给炸爆的话 你觉得普丁会怎么样对你 普丁那时候讲过嘛 只要它的本土遭到攻击 它是可能会发动核战的 这两个是谁呢 乌克兰说不是我不是我 美军的泄密文件显示就是乌克兰 就是乌克兰 这个事情最大的影响是普丁吗 普丁觉得你真的乌克兰可以 可以做了你给了我理由 我可以动用核武 还是说它的最大影响是美国 美国非常不爽 对不对 我在资助你 不停地要打仗 所以帮你收复国土 今天你不听我的话 是不是 所以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说 像这样的一个行动 可能会导致美国要重新考虑 对基辅的支持 杨敏你看到这个泄密风暴 你觉得对这样战事会有什么样的反转 其实看到已经泄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现在最担心的是 跟北溪天然气这个管线有关的讯息 会不会被泄露出去 这个不管他那个真相如何 但是连这样的资讯都外泄了 那可是现在有一种有两种解读嘛 一个叫做因为我美国不爽 所以我刻意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国际 让你乌克兰孤立无援 这是叫做抛弃盟友的行为 好像有一点风向变了 这有一点在玩两面手法 我表面上看起来是挺乌克兰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把重心放在台海了 我不跟你玩了 你乌克兰你自己面对 慢慢的等于说利用这个转场 当然这种都是属于阴谋论 我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从现在老实说 这些文件要到什么层级才能够经手 我相信不会是那种什么小兵小男孩 什么上网然后就可以拿到 这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文件里面 第一个表达出乌克兰的嚣张 什么叫嚣张 就是当今天乌克兰去踩红线 就是这些你的盟友 支持你的这个 支持了一年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 做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 而且呢 美国的情报机构是会把这些资料 都把它记录下来的 那记得还记得泽伦斯基到美国 不管是什么国会演说啊 不管是什么相关的 你要记得他当初是去要资源 要更多的资源 可是后来我记得那时候 就有一些美国的议员 一开始有一些意见了 开始觉得难道我们要一直耗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态度确实是 有一些微妙的改变 但在你知道这些 如果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拜登跟英国首相握手的这个 英国人 人家讲绅士 美国人至少他要面子 那这些讯息 表面上我还是站在所谓的 挺污的联盟 挺污的阵营里面 我们跟这个北约 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坚落磐石 他表面上要营造出这个氛围 但是却用另外一种方法 慢慢的告诉大家乌克兰很坏 你如果继续 你再继续乱搞 我可能会把更多 对你不利的讯息布光出去 而这一波其实老实说 对美国其实也很伤 这一波的这个文件外泄 因为美国在搞什么鬼 那个脑袋里面装了什么坏点子 全部都一个一个流出来 所以那天这个白宫发言人 不是教训记者吗 一直敲桌子 叫这个美国记者不要再报了 当然这个杨明刚刚提到很重要 就是说乌克兰能够撑那么久 是因为这个西方国家 不断地给它源源不断的一些资源 钱啊武器啊等等 海黄鲍鱼干贝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GTI714